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谈有关庄子的内部话的观念 说到内部话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内话 对现代人来说的话呢 因为许多事情都要做 叫做忙碌 忙碌多了之后变成盲目 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忙碌久了之后变成盲然 所以中文字里面呢 从忙碌的忙到盲目的忙 到盲然的忙 他发音都是念盲 那这三个字你如果注意看的话呢 忙碌的时候左边是心 右边是亡 心不见了 你盲目的话当然是眼睛不见了 最为盲然的时候呢 就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字啊 盲然基本上是一个代表 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 六神无主 那么这叫做内话 现代人为什么容易内话呢 就是内在的自我不见了 因为他太多外在的诱惑 外在的干扰 西方为什么在 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以后 存在主义特别盛行呢 就是因为他也针对这样的问题 他怎么分辨 他分辨是跟有 这两个字 我是什么 不等于我有什么 通常我们都是我有什么 就是我是什么 所以见面的时候 我们礼貌上也是一样 交换名片呢 名片一看就知道你有什么 有什么头衔 有什么样的公司 有什么样的身份 地位 但是你有的越多 你试的可能越少 有跟试有时候成反比的 因为你拥有的是外在的 你花多少时间去经营外在的世界 你得到了很多外在的成就 但你自己呢 你那个内在的自我 有时候反而茫然 也不知道自己所得到的 是不是真的自己所要的 往往都是 别人跟我说这很好 我就去追求 得到之后才发现 失去了我的很多时间 那利器啊 反而忘记了我自己 想做什么样的人 所以把试跟有分开的话呢 就是现在人的问题 我有不等于我是 那你说那你能不能光想我是 而不要我有呢 这也不可能 但是你要分辨 我是什么这是根源 我有什么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结果 而外在的结果呢 要看条件而定 比如说我在十年前很努力工作 赚不到钱 我现在很努力工作 赚到很多钱 同样努力工作 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 这个很简单嘛 经济环境不一样 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外面得到多少东西 而你有的越多 你恐怕试的越少 在成就有一句话 叫做 拥有就是被拥有 to possess 就是to be possessed possessed是拥有 我拥有一辆车 拥有一个房子 拥有多少东西 但是我同时也被拥有啊 我的车子也拥有我 譬如我在这边上课 我车子在外面停着 糟糕 很担心会不会被调走 我出去一看车子不见了 被偷走 我如果没有车子 我在任何地方都很自在 我不被东西所占有 很多人都这样讲的话 不是变成不要经济发展的吗 变成什么都不要的吗 那你就要想 我能够拥有 而不被拥有 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的态度可以不一样的 我不一定要学这个 迪奥吉尼斯 因为希腊时代的哲学家 他非常的潇洒 住在个木桶里面 亚历山大大帝 听说他很有智慧 特别去拜访他 说能不能请你告诉我 人生的智慧 他只说一句话 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你 亚历山大帝再怎么为大 可以征服欧亚非 三州的很多 很大的地方 说实在 你拥有这么多东西 你用得到吗 你活几岁啊 33岁就报销了 我只是可惜了 他的老师啊 是亚历斯多德 亚历斯多德是老师 教出一个帝王的学生 但他的这个帝王学生 只做一件好事 什么好事呢 到任何地方都记得他的老师 所以所有的动物 都抓一对一对的 往后面送 送到老师的实验室去 就做这件好事 所以亚历斯多德 在古代西方是 学问的极大层 现在很多学科 都是他创立的 你说一个哲学家 怎么会搞博物学 搞这种生物呢 因为他有个学生 是大帝 到印度的时候 两头像 往后送 两头狮子 任何地方 什么真情 亦寿 都往后送 这专门有一队人马 给老师送这些动物的 老师就做实验 做研究 他是哲学家 但是也不能怪他啦 因为身在帝王之家嘛 有他不同的人生观啦 跟他的使命 只是 也很可惜啊 他拥有这么大的地方 他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啊 从装置来看的话 都是不及格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了解到 东方西方一些观念的话 像西方讲 拥有就是被拥有 那你要拥有东西 你就要小心哦 我也被他拥有 所以你就要记得 你要越自由的话 就必须能够 越能够放得开 庄子在 《逍遥游》里面呢 他提到一段话 到《西欧论》里面 讲得更清楚 他说 胶疗潮于森林不过一只 岩鼠引河不过满腹 一只胶疗就是小鸟 它占据整片森林 它睡觉的时候只能睡 一根树枝上面的槽 那你整片森林有什么用呢 你说我这只鸟占据了整片树林 每天晚上睡觉 以前每根树枝都要去躺一下 那没命呢 岩鼠就是土拨鼠 占据整条河 说这套盒是我的 别人不能来喝 那你小老鼠能喝多少水呢 肚子喝饱到这个水 对你毫无意义 你多拿的也没用 你用不到嘛 像这个就是庄子的 很简单的话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 把它跟存在主义比较呢 因为他们在这一方面都知道 什么是身外之物 什么是身内之物 那你内在如果化掉的话呢 你就没有自我可言了 当代的存在主义 最主要的代表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就说 现代人啊 根本忘记了什么是根本 为什么 他们只注意到好奇心 讲一些闲话 你看 他这个分析其实也有他道 他只是分析现象嘛 比如说 你每天生活里面 充满了什么东西 从早上到晚上 你稍微思考就发现 第一件事 看报纸 报纸上都是八卦嘛 看完没时候跟别人聊天 也聊八卦 也聊闲话 对不对 要不然就好奇心 谁怎么了 谁怎么了 注意力向外 永远没有机会 回到自己身上 你内在化不化呢 没那个问题 又没有什么内在的世界 所以现代人的困难 就在这里 所以 为什么要强调内部化呢 那内在到底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讲庄子的时候 常常讲到一句话 心若搞木 心若死灰 又来了 因为你想内部化的话 一定是内在有一种 什么样的东西 它是稳定的 不受干扰的 如果身体像搞木一样 心智呢 像死灰一样 代表我的身体呢 不再有本能冲动 心智呢 也不再有欲望 不再有偏见 那个时候 反而是修行的 结果出现了 出现什么 精神 庄子把我们的心智啊 经过心灾的修炼之后呢 展现出来的状态 称作精神 又称作灵台 称作灵辅 就是灵魂的灵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问啊 一个人好好的 难道就没有精神吗 很抱歉 身体会自然成长 精神不会自然出现 精神的出现 一定需要修炼 一个人没有修炼的话 怎么可能忽然之间 感觉到 我跟别人打成一片呢 不可能嘛 所以这种精神的出现 叫做什么 内不化 你什么都可以放弃 你可以放弃 一只手 一只脚 升学健康 你可以放弃很多 相关的知识 相对的知识 因为知识 基本上真的是相对的 教授在这个养生主里面 一开头就说 无身也有牙 而知也无牙 以有牙随无牙代以 我的生命是有限的 顶多活一百年嘛 但是知识是无限的 用有限的生命 追求无限的知识 那实际上是危险不堪啊 你一定是吃不消的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就亲眼看到 像耶鲁大学的图书馆 当时长书七百万册 说实在 对我们来说 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嘛 你能看几本 比如说我搬家的时候呢 需要整理很多书 因为工人啊 就拿一堆书说 我这一辈子 看完这堆书就不错了 我听得笑一笑 真羡慕工人 他不用像我们 买了几百本书 几千本书 能看完吗 看完的话 你还活着吗 光是看已经不简单了 还要消化 还要了解 那请问 你是不是忽略了 人生真正重要的部分 我们就讲一段 齐桓公读书的故事 齐桓公也在读书啊 这庄主对他非常客气啊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 堂下有一个坐轮子人 这人叫扁 很难得有人叫做扁这个名字啊 叫轮扁 在堂下坐轮子 他说请问 君上 您在念什么书 你看 这个国君念书 坐轮子的人也在 也在问说 你在念什么书 齐桓公就很得意 我在念圣人的书 圣人的书 古代的圣人 文贬就问 圣人还活着吗 那这当然死掉了嘛 那你念的书 只不过是糟粕而已 糟粕就是你 这个塞米的时候 淘米的时候 剩下来的一些 糟糕嘛 没用的嘛 糟粕 比如垃圾 齐桓公就生气了 寡人读书 你在那边随便议论 说个道理出来 不然人杀你 你看到没有 随便就杀人 文贬说啊 我不敢乱发议论 只是从我的经验来说 我坐轮子坐了一辈子 坐轮子的时候 怎么去磨呢 你让他快一点 磨得太快了 将他轮子套上去之后 就很容易滑动 你磨得太慢了 轮子套上去之后呢 又比较 叫做什么 比较这个粗糙 就跑起来又不顺 所以轮子在磨轮子的时候 快跟慢 叫做得之于手 硬之于心 我们现在把这个词语 改成得心硬手了 原来是得之于手 硬之于心 就是我的手 怎么做轮子啊 该磨得快还是慢 我的手自己知道 不能讲的 我不能拿这个教我儿子 所以我这么大年纪 还在做轮子 如果我可以教我儿子 我儿子学会技术 我可以退休 但很抱歉 我不能退休 因为这个事情是我自己 才能够感觉这种 他的秘 这个叫做秘诀 在哪里 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因此 您念着圣人的书 圣人已经死掉了 圣人的秘诀呢 跟他一起走了 他留下来的书本 不就是 糟粕吗 齐王公有没有杀他 我不知道 但至少这故事结束了 对吧 齐王公应该是没有杀他 你杀跟不杀 有什么差别 他讲的是有道理的 书本里面就是一些精华 所以你要念到这个精华 才能够怎么样呢 昨天也讨论到 德岳望旨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能够理解他的精华 书本就不重要了 但是通常很多人 都执着于书本 代表你到最后还是要问 你能够领悟多少 在美国有一所大学 他做过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你听到也觉得说 有点无聊了 这所大学呢 在学生放假之后 暑假 一个月之后呢 紧急通知 每一班第一名的同学 立刻返回母校 这些同学们放假玩了玩疯了 听到学校紧急通知 以为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纷纷赶回母校 到学校之后做什么事呢 全部进教室 把上次期末考考的重考一遍 完全一样的题目 结果全校没有任何一个人及格 代表什么 教育当然是失败嘛 教育只是叫你考试吗 考试就忘了 所以美国一位哲学家 从英国到美国的 他是柔树的老师 叫做Whitehead 很好记白头 坏的就是白 黑的就是头 他就正好叫Whitehead 白头 Whitehead讲一句话 他说 一定要到你毕业很久之后 课本遗失笔记焚毁 为了准备考试 而记在心里面的细节 全部忘记 然后你所学的 才是真的是你的东西 你如果说 别人跟你谈装子 你说且慢 且让我把书拿来 就代表你没念会装子了 别人跟你谈装子 你就立刻回应说 我记得装子怎么说 有什么故事 这故事什么意思 你能说出来多少 那才是你学到的 学恐怖脑装都是一样 就学习一定要理解 理解之后一定要觉悟 觉悟之后成为你的话 记得用自己的话再说出来 直到你能够用自己的话说出来 那它代表是你的心得 学问是天下之功气 任何人都可以学 任何人都可以懂 所以你不要依靠书本 不要依靠老师 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觉悟 就像这个都是跟道家事有关 我的心内在的外化 内部化 你要内部化的话呢 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道嘛 你如果没有觉悟到道 就算是觉悟的这些书本的东西 还是不够 道才是一个内在的身心灵 到精神的层面叫做精神生于道 一句话 这句话将来我们还要再分析 那你现在就要问呢 那道在哪里呢 庄子里面有很多有名的故事啊 说实在真太多了 你就是举十个最有名的故事啊 每一个都非常的有趣 一直有它的深刻的含义 那这边讲的特别重要呢 有关道的问题 东郭子问庄子 所谓道不乎在 最初在支北游 支北游也是在外边哦 外边有两边一定要看的 一边是秋水边 一边就是支北游边 那边七边都要看 外边这两边非看不可 它的重要性啊 不下于那边 为什么 这段就是证明啊 东郭子当然是假托了人民啊 问庄子说 你这个道家 一人道人讲道 道在哪里啊 所谓道乌乌在 庄子说道无所不在 这标准答案 无所不在 说到无所不在 我们简单再加一句 无所不在不等于无所不是 什么叫无所不是 道就等于万物 错了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道家是 一定要知道 道不等于自然界呢 这边讲的道不等于万物 道在万物里面 一定要分开 因为如果你说道就是万物 那万物如果毁灭的话 道也完了嘛 万物如果损失了一些 道也损失了一些 这完全不是老子的意思 老子的道是什么呢 独立而不改 周旋而不代 这十个字 能够独立而不改 周旋而不代 这样的道 永远不会有任何改变 它永远是基础嘛 万物的来源跟归处 万物可多可少 可存可亡 但是道完全不受影响 你不能掌握这个观念的话 那你凭什么说 庄子跟老子 要化解存在上的虚无主义呢 道就是最后的存在嘛 所以你要化解存在上的虚无主义 那个最后的存在 一定是原封不动 不管在世界上怎么变化 它完全不受干扰 这样子这个道 才能够让你生命得到安顿 才能够化解这个虚无主义 所以庄子说道无所不在 跟归处说 其而后可 你今天非讲清楚不可 庄子只好说了 在蝼蚁 我们说蝼蚁尚且贪生了 就在蚂蚁身上 东国人本来以为会听到 什么伟大的一个答案 在天上的答案 就弄了半天在地上爬的蚂蚁 东国人说怎么会那么卑下呢 蚂蚁里面就有道吗 庄子说 在提拜 提拜就是杂草 蚂蚁只好是昆虫有生命的 算动物了 你现在变成在杂草堆里面 变成植物了 东国人说怎么更卑下的呢 庄子说 在瓦屁 瓦屁就是瓦片了 变成矿物了 东国人说 怎么越说越过分了呢 庄子说在死尿 瓣性物 像这就是庄子 庄子对于到一个基本的答案 瓣下育矿 就从这边来的 在蝼蚁 在提拜 在瓦屁 在死尿 这是瓣下育矿 是瓣是情况更差吗 不是哦 后面讲瓣下育矿 我们上次谈过了 接着就讲这个 瓣下育矿的成语 来着猪比较肥 脚越往下踩 有肉可以踩到的 猪就比较肥 到最后呢 道无所不在 你怎么踩都是道 他以这个方式来 让你再跨一步 怎么踩都是道 因为道无所不在 所以道无所不在的话 那请问你要坚持什么呢 他不是说让你去 我的那部话 是坚持道 道无所不在 那怎么坚持呢 他就让你觉悟这种 道无所不在的情况 你任何内在呢 就不用担心了 那部话 就是不要为了任何外面的动机 外面的利益 而以为得到这个才是好的 比如说我现在得到一盆花 这边得到一杯水 我现在想 得到花才是好的 第一名发给你花 第二名发给你水 花里面有道 水里面也有道啊 第三名什么都没有 空气里面也有道 所以你觉悟到道了之后 你的生命就 为什么可以自在逍遥 我们到最后才要讲 讲这个庄子的逍遥 因为逍遥是一个结果 逍遥不是一个方法 哪里有人逍遥做法 你怎么逍遥 方法是心灾 是作望 是我们一系列对这些人间事 现实情况的理解 这叫做方法 逍遥变成一个结果了 你有经过这样的修炼的方法 最后的结果出现之后 无处不肯逍遥 那么我们昨天 昨天上次也提过不得已 你能够了解不得已的话呢 当然就是一种觉悟的过程嘛 觉悟到这个不得已 也是一个自然的情况 后面就可以逍遥了 所以庄子里面提到道的时候呢 他是以这种方式呢 公开展现出来 道无所不在 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 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 是有些特色 因为他当局者迷嘛 旁观者轻 比如说有关这个道家 西方的学者 至少有两点知道我们的参考 第一个是说什么呢 说老子思想是具有革命性的 我们讲老子特别提过这一点 老子思想具有革命性 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中国哲学的传统在 基本上是以天 作为超越界的一个名称 因为古人姓天嘛 帝王称为天子就是正名嘛 但是老子把天拿开 说那个天没什么了不起 上有天下有地 合成天地 就变成相对的自然界了 另外用道来代替 这是革命性啊 我年轻的时候 看到西方人介绍道家的思想 第一次看到这个话 我真的吓一跳 居然有人把道家说成革命性 一般都以为道家随顺自然啊 与人无争啊 与世无为啊这些的 那你忽然变革命性 好像我要改变什么似的 这就很震撼嘛 但是你后来了解之后才发现 他的革命不是革命 他是还原 他知道那个天拿已经被污染了 被谁污染 被天子污染 因为天子没有仁爱 没有正义嘛 让一般老百姓觉得活着 没什么希望 所以才会虚无主意出现嘛 所以他他只是还原而已 他西方学者看了说 认为是革命 我们现在懂道家就知道 不是革命是还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英国的生化学家李悦舍 他说中国的科学思想就起源于道家 他就以这段话做代表 你看庄子认为 在怎么背下的肮脏的东西里面 都有道代表一种科学精神 科学家研究的时候 绝不在乎味道好不好闻啊 样子好不好看啊 他研究细菌啊 研究细胞啊 研究基本的结构啊 那是完全客观的 没有任何一种所谓的主观情绪的问题 这就是道家吗 那我们看来会也会吓一跳 所以想不到庄子讲这种道 居然被你们说成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基本上是好的 叫做实事求是 但是科学家所研究的范围是很狭隘的 研究什么呢 从希腊时代开始 研究自然界 希腊时代对自然界 有一句话简单的规定 八个字 自然界就是 有形可见充满变化 这么简单 希腊文叫做physis 今天我们讲physics 这个物理学 就来自于希腊文的自然 叫做physis 希腊文 physis什么意思呢 有形可见充满变化 所以他才要找 有形可见的背后 无形可见的 永不变化的基础嘛 那叫做行而上学 西方行而上学是这样来的 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形可见充满变化 我们自己也在变 你觉得不可靠 你觉得活得没有什么性侵 所以他就要问什么 有什么是在有形可见的背后的 是永不变化的 那这一套叫做行而上学 行而上学谁创立的 这个名称所出现的背景 就是亚里斯多德 他把它放在自然学后面 这个meta放在什么后面 后面就是physics 所以你现在查这里 行而上学就是metaphysics 在自然学后面的 就是行而上学 他讲的就是有形可见 背后的永远不变的东西 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了解 什么呢 我们到家讲的 就是行而上学 他要让你知道的 就是宇宙方物充满变化 后面有那个最后的来源 最后的归宿 那对一个人来说的话 生命那么短暂 我现在说外画 没问题 我们外面不画也不行 各位看看 照镜子看看 跟自己小时候照片 哎呦画了好多 小时候都是小baby 然后念幼稚园 念小学 真可爱 现在呢 哎呦真是 画了好多了 画了一塌糊涂 你还要继续画 如果你幸运的话 你还活着你就继续画 所以外画是一定的嘛 但是装作讲的外画 不是只有身体的变化 还包括像儒家一样的 跟别人合作 大家非常尊重 那请问什么叫内部画呢 难道我内在真的可以不画吗 这个不画可以永远保留下去吗 照镜子认为可以 道家的秘密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 当我内不画的时候呢 我跟道结合 这个跟道结合 等于是让我活着的时候 就先感受到 我的生命变化结束之后的一个归宿 这就很神秘了 很特别了 我们最后会谈到道家里面 跟那个一般翻译成为神秘主义 我们翻译成为密器主义相关的题材 但是你听到内部画的时候 就要有一种信心 原来我内在有一个真我 他不是假的我 真的我 那是什么 人的生命之所以特别 在儒家认为可以真诚可以不真诚 在道家认为你可以觉悟自己的真实在什么地方 但是你也可以不觉悟 不觉悟的话就是外面的相对的真实 所以庄子里面不得不发明各种人 我们将来会详细介绍 老子只提到一种圣人 庄子除了圣人之外 提到真人 神人 智人 天人 四种 每一个都在一个人上面 加一个字 比如说听到真人就知道很多假人 对不对 你不可能光说真人没有假人吗 真人这两个字 所针对的就是一般人就是假的 那什么叫智人呢 智代表最高境界 代表很多人他没有达到人的那个境界 还有什么 神人 很神妙的 代表一般人都很笨拙 很执着 所以才有神人 那天人呢 天代表自然嘛 跟自然合在一起 代表很多人是人为的 不自然 所以从这些话你就知道 哦那 这些人啊 就是内不化的代表 内在没有任何的百变 庄子里面有一变叫余妇编 我们曾经谈过 孔子对余妇非常尊重 他们谈话的内容有一段 我们现在要特别介绍 因为像司马迁 说庄子里面有三变 他提到 对余妇 道直 还有什么 曲械 三变 但是就算是这三变 司马迁如果仔细读了余妇编的这一段 他对庄子也应该有不同的评价 所以我总觉得这个历史学家的看法 有时候还值得商榷啊 但后代像这个苏东波 说这个余妇道直 这个说件 都应该是伪作的 假的 但是 你看完这段之后 你会说这完全是假的吗 我们已经对庄子有基础的了解了 我把余妇告诉孔子的一段话 就念给各位听 我只用白话慢慢念出来 孔子强调真诚 余妇跟他说要真实 真诚只有人可以做真诚的 真诚是普遍的宇宙万物都可以真诚 所以真诚的范围 包括真诚 在内 这都是简单的背景 余妇说 什么是真实呢 真实包括真诚 我们现在说了 余妇说 真实是专一而诚恳的极致状态 不专一 不诚恳 就不能感动人 所以真实是一种专一而诚恳 这不跟真诚差不多吗 没错 一个人的真实 就是他的真诚 但是他的真诚是他的真实吗 真实有时候更广 你真诚只有对人有效 真实不一样 所以这个字的分辨 有时候真的是要力慢一点 被人太快就晃过去 再说 所以 你勉强 你勉强发怒的话 虽然严厉 却不微猛 你勉强 亲切的话 虽然微笑 却不合约 这说明什么 勉强 再看 真正的悲痛 是没有声音而哀伤 真正的悲痛 不用大哭大嚎 不需要 是没有悲痛而哀伤 你感觉到他哀伤的力量 就跟这个洪水一样 整个蔓延过来 真正的悲痛 真正的愤怒 是没有发作 而微猛 一个人真的生气的时候 他不用发作 你看他站在那边 他的气 气势就过来了 人是有气的 这个气势有时候是 会影响周围的 我们叫磁场 房间里面 如果有一个人很有爱心 房间就充满一种温暖之气 如果有一个人很生气 气氛就变了 一个微妙的转变 人本来就是一个 非常神秘的生命 你一念之转 生命出现的能量 有时候是正面 有时候是负面 有时候是非常积极的 有时候是很消极的 像这就是 庄子里面的描写 他说 真正的亲切 是没有微笑而合约 这几句话 你听的时候会觉得 跟孔子有点像 你学生怎么描写孔子呢 望之俨然 急之也温 听其言也利 就像一个人 他的生命 让别人感觉到 就是一种力量在运作 那别人就会觉得 这个力量是正面还是负面 望之俨然 看起来很严肃 其实也温 就进去 跟他接触 发现他有温和 他只是这个是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伟大的人 见面接触之后 发现很亲切 但是他又说话呢 很严肃 不苟言笑 说话不跟你开玩笑的 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很认真 很认真的听 这是孔子 从这边讲到这些 有真实在里面的 神色才会显露出来 所以要重视真实 这句话多好 讲道家的真实啊 跟儒家的真诚 有很多相通的 但是也不完全一样 后面再看 余父接着说 把这种观点 用在人伦关系 侍奉双亲则孝顺 侍奉君主则忠贞 饮酒则欢乐 居伤则悲哀 讲道这四方面 因为真实 他后面的效应啊 非常的直接 忠贞以公鸡为主 饮酒以欢乐为主 居伤以悲哀为主 世青以安事为主 他就把这四点价也分析了 我对我的国军要忠贞 忠贞是什么 公鸡 我要有功劳 能够完成国军交代的任务 饮酒与欢乐为主 喝酒与欢乐为主 不一定要喝什么酒啊 我们经常看到什么 什么四大名酒 什么有名的酒 其实啊 酒逢知己千杯少 不在乎是什么酒 你如果喝酒 一定要学那个金融小说里面的 主千秋 是他吧 喝酒 各种酒都各种不同的杯子 才能品出味道来 说实在 那是看你跟谁喝 你再怎么样会喝酒 朋友不对 你这个酒再好喝也是 毫无味道 那你跟好朋友在一起 就是清茶代酒也很好 就是白开水也会觉得 这个非常愉快 没有真实在里面 至于说 居伤与悲哀为主 世卿与安事为主 攻击在于完美 不拘泥 什么事迹 攻击就是说 你要为你的国军 分忧解劳嘛 攻击就是任何事都把它做好 不在于多大的攻击 其实从小可以见大 一个人替别人服务 他细节上 小事情上注意到 那才是他用心的地方 你光做大事 那请问人间有多少大事呢 耶稣有说过这样的故事 他要出远门了 就把钱分给几个仆人 回来的时候呢 就问钱怎么用的 有一个最笨的 就把钱埋在地里面 而且说你的钱还给你 我埋在地里面 连去生利息都不会 这个仆人当然是被开除了 最好是拿一座生意赚了钱 跟主人说 你看你的钱 我做生意发的财 主人就对他奖赏有加 你说 耶稣怎么也谈这种赚钱的 他也喜欢投资理财吗 不是的 他讲的是预言嘛 这个比喻 这个预言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 你生下来所具备的天生的财质 资质能力 就是上帝给你的钱财嘛 你这一生都过了 我把钱财埋在地里面 这个等于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去开发钱能啊 那不是暴挺天物嘛 真的是天物啊 上帝给你的礼物啊 那如果说你这一生把这个钱财用了最后做成很多大事 那就神就很满意了 所以西方的这个清教徒啊 为什么能够开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呢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要看一本书 叫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作者是马克斯韦伯尔韦伯写的 他里面有个观念很好 跟我们儒家也蛮接近的 跟道家也不反对 就是你是一个信徒 你这一生有个任务 就把上天给你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尽力想办法在人间追求成功 第一步 第二步成功自然带来成就带来财富 第二步是什么呢 不要沉迷在世间的享受 好这里面就有紧张关系了 一方面叫你拼命赚钱 一方面叫你不要用钱 不要享受 那你说叫我干什么呢 为什么叫我赚了钱之后不要用呢 赚了钱之后改善社会 西方资本主义为什么发生 就拥有清教徒的伦理 要你发挥钱能拼命赚钱 赚钱不是坏事 上天给我能力赚 我只要手段正当 我尽量赚 但是赚钱之后不要花 如果赚了钱之后又去花的话 那不是没什么意思吗 到最后自己没有开发别的钱能了 钱赚了之后就要用至于社会 所以西方的这个西欧跟北美 能够现代化 他们的资本主义能够成功 就因为他有这样的观念 我拼命赚钱赚钱之后呢 不要用 从事社会福利 社会整个的这个改善教育这些 有资本 有人才 才能开发 一个什么 现在化的社会 我们主要是这样也类似啊 你看全世界只要有中国人 华人在的地方 华侨在的地方 储蓄率都特别高 一直到这几年 大家都投资理财 才变得比较复杂 都不储蓄了 说储蓄那么笨 赚不到什么钱 就是投资理财 这其实里面有他的困难 有他的危机啊 以前我记得就是很多地方啊 只要有华人在的地方 在当地经济啊 都掌握他主要的这个资源 为什么 第一个 赚钱之后存起来 有资本 第二个 中国人赚钱之后 一定是栽培子女 栽培子女成为人才 然后呢 有资本有人才 现代化了 所以庄子里面 这边讲的说 你 不在乎你做多大的事业 真正尽忠职守 小事情 你把它办得好 有时候我们在很多地方 就是看小地方 别人对你好不好 看人家注意到细节 如果注意到细节的话呢 才知道他用心 良苦 才是一个真正 忠心的朋友 这边讲到是 忠心的这个 这个是工作伙伴 这样说 那再看 再看第二个 世亲在于安事 不考虑什么方式 侍奉父母亲 在于让父母亲安事 觉得很平安 很自在 很舒服 不在乎什么方式 不考虑什么方式 代表什么 你打麻将也可以啊 所以我就是从这边知道 父母亲要我打麻将 我就打麻将了 那你说不行 打麻将有一点不太好 赌博的协议 那我不能跟我母亲说 我带你去爬山吧 他不能走路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当然有的学生跟我说 老师上你课之后 我回家跟父母亲说 老师陪父母打麻将 我们也要陪父母打麻将 父母亲有这种老师吗 教学生跟父母打麻将 你不能这样子跟父母说啊 你父母身体健康 陪他爬山嘛 陪他运动嘛 不在乎什么 就不考虑什么方式哦 任何方式都可以 只要安适就好 如果你父母说 我什么家都不想去 只想在家里发呆 那你就陪他在家里发呆 这也是一种孝顺啊 孝顺很容易啊 有的时候有个学生跟我说 好老师啊 我一直很孝顺 很想孝顺我的祖母 但是因为年纪差太远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就问他 你祖母对你有过什么要求吗 有 他每月初一跟初十五都要去拜拜 他每到这时候就跟我说 陪我去拜拜吧 我都不去 都是老人家去拜拜 我年轻的学生为什么要去拜拜呢 我说以后啊 你就 祖母 每个月只有两天 叫你陪他去 你不要把他想成拜拜 你把他想成陪祖母去就好了嘛 是不是 另外一个 他这样做之后 祖母对他很满意 另外一朋友是类似的情况 因为有时候会有隔离一带就相处的情况 他跟我说 他听到我讲到陪父母打麻将之后呢 他就回家想 那我应该怎么去跟我的父母相处呢 他父母不在身边 他的祖父把他带打了 他想说我跟祖父怎么相处呢 他想到了 祖父有一个习惯 每天吃完饭之后 就会说想当年 想当年北伐抗战 什么什么 想当年 他一听就跑掉 谁要听你老人家说想当年呢 关我什么事 就算跑来跑去 跑了十几年 祖父一说想当年 他就跑掉了 他陪我讲陪父母打麻将 他就说 说不定祖父就希望我听他说话 结果第二天 吃完早饭 祖父又说想当年 怎么今天没跑 祖父很兴奋啊 赶快讲 想当年 如果讲了二十分钟 到最后忍不住 差点掉人内 说你今天为什么肯听我说话呢 所以什么是孝顺 做事不要动就是孝顺啊 做人不动就是孝顺 多么简单 所以庄子里面提到这种故事 也是一样啊 孝亲 要侍奉父母亲 在于安事 让父母亲安事 觉得平安适合 不考虑什么方式 当然不能是违法的方式 违法的话 那就是第三个 社会规范那一关过不了 再说 饮酒在于欢乐 不讲究什么器皿 看到没有 我刚刚讲到金融小说里面 八种酒又八种酒杯 那是完全违背装置的这个做法 那个喝酒太辛苦了 再看 居伤在于哀伤 不计较什么礼仪 他们来了 礼仪是外表的礼仪 礼仪是世俗所设计成的 真实则是秉受于自然的 是自己如此而不可改变的 这段话讲的多好 所以你说 于复编里面这段话 谈到人的生命的真实的面貌 非常好 使我们对于装置所谓的内部话 有进一步的了解 就是真实 道就是究竟真实 人能够把握相对的真实 让自己注意到说 有真实的这个内心的情感 表现出来之后呢 就不要在意什么形式外在的一种作为了 这个在一般生活上也是很有用的 我们说朋友相交贵在知心 好朋友在一起一定要吃喝玩乐吗 不一定的 在一起一定是大家之间这个畅序平生了 好久不见了 最近发生什么事 有什么看法 大家互相交换意见谈一谈 有什么困难 鼓励一下 安慰一下 伸手帮助一下 注意真诚 真诚来自于真实 所以在道家里面讲到这个真实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他跟这个内部话可以连在一起 当然庄子里面另外一边叫道直 道直这两个字啊 道就是强盗 直呢是他的名字 这段故事啊特别有趣 也是后面所有人对庄子有意见的地方 因为他对孔子啊 实在是在这一段里面讽刺的最严重 我们既然讲到外话内部话跟孔子有关的 我们就顺便谈一下吧 谁是道直 道直的哥哥可是有名的啊 柳夏慧 身份揭晓 柳夏慧是哥哥 弟弟是道直 这太差了吧 差太远了吧 谁是柳夏慧 孟子标几四种圣人 柳夏慧是其中之一 甚至合者也 最随和的 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样 他说你不穿衣服 坦习裸成 在我旁边 我不受影响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怎么做 关我什么事呢 我自己可以清高就好 很随和嘛 不会去勉强别人 不会去责怪别人 所以柳夏慧的德行非常高 他跟孔子是朋友 当然在庄子里面描写 孔子就跟柳夏慧说 哎呀老朋友啊 你有个弟弟吧 叫做道直 诶是有这个弟弟 他说你做哥哥的 怎么没有劝弟弟 不要做强盗呢 对不对 你弟弟是强盗 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夏慧说 我这个弟弟不是一般人 他用一段话描写 真是生动 心如涌泉 意若飘风 这八个字谁比得上 他的心像涌泉啊 泉水涌出来的时候 那个心啊代表什么 心思非常的多 啊 这个走不通 换一个啊 这个是你只要说他讲的不对 他立刻换一个说法 心如涌泉 意若飘风 他的意愿啊 跟风一样 啊 你不知道他怎么吹 他可以率领九千人 横行天下 他经过的地方 小国就逃掉了 国就关起城门 就怕这个道指 因为强盗是不要命的 结果他恨行天下 孔子说 这样好了 你这做哥哥的 不能教弟弟 我替你去教他 孔子就喜欢教人家 他又喜欢学 又喜欢教 实际上是很辛苦 你下回说 你主要不要去哦 这个弟弟我都劝不动 你去的话很危险的 他是强盗啊 孔子说没关系 我孔子就是要负责教人的 天下再怎样 我都可以教 给一张名片吧 就拿一张名片 去找 道指 孔子带了几个学生 到了山下 他也有人上去通报 说 鲁国的孔丘 想跟这个 伟大的将军见一面 他自称将军嘛 强盗 道指在里面 听到说 孔子来就说 不见 这个伟君子 就像之前骂了 这个人到处 这个 假人假意 骗吃骗喝的 想跟我谈话 对他 孔子再三求见 说我真的是 你哥哥介绍来的 一定要请你这个见个面谈一谈 道指只好 没想见面 见面说道指在做什么呢 正在用刀切人干 当无产吃 人干 不是这个猪干 你的干 人干 道指说 他说 来找我有什么事 不说个道理出来 晚上就拿你的干 吃了 简直是太恐怖了 这个道指脾气不好 他的情商特别差 情商特别差 在那段描写里面 三四事都暴跳如雷 声音发出来 跟小的老虎一样 的声音一样 是吼的声音啊 听到都是 肝胆欲裂 后者跟他说 像家军这样的人才 当强盗太可惜了 对不对 身长八尺 长那么漂亮 又这么勇猛过人啊 能够得到这么多人信赖 哎呀 我建议你啊 当诸侯 就是天下各国啊 出一点钱 替你盖座城 让你在那边安定下来 当一个诸侯吧 这样子天下太平了嘛 重新再 互相交往 孔子是替老百姓着想哦 希望这个强盗 能够 不是招安哦 没有人招安哦 你自己设个城池 你定下来 你不要到处跑嘛 到处跑 大家结社 大家都受不了 你定下来的话 可以交换盟约了 大家来和平共存了 就到此把孔子骂一顿 所以你知道骗人的 你不要来跟我讲这个 天下是天下 天下 我爱去哪里 你把我关在一个城墙里面 你以为 这样我就会 这个是老老实实吗 好到最后呢 到此讲一段话 讲得真好 他说人活在世界上 上寿一百 中寿八十 下寿六十 你想想看 这一生 除了你生病这些情况之外 在平常日子里面 一个月之内 开口而笑的 也不过是四五天而已 这是很有名的一段话 开口而笑的 不过四五天而已 后来就有诗人写一首诗 就是说 平生男同开口笑 开口笑 后来变成西点的名字 有一个西餐 有一个面包 有一个开口 就是开口笑 就来自于这里 孔子根本讲不过他 到此列出一大堆数据 一大堆资料 所有好人都倒霉 都死光了 因为好人很惨的 我讲个例子好了 有个叫伟生 他非常守信用 他跟女孩子约会 古时候这很少见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一段 他跟女孩子约会 约在桥下 结果洪水来了 他就抱着柱子被淹死了 他说我不能到桥上去 因为约的是在桥下 你说有这种人那么笨呢 女孩子迟到洪水来了 他就被淹死了 你看守信用到最后死掉了 他一下就举了好多例子 孔子根本讲不过他 因为善没有善报嘛 恶没有恶报嘛 孔子劝人家没有什么效果 到最后呢 这个道子把孔子骂一顿 说你赶快回去 不要我帮你杀了 孔子之后回去 上车的时候 学生在山下等他 上车的时候 手拉缰绳 三次都掉到地上 再拉起来 又掉到地上 三次 结果回到鲁国之后呢 在街上碰到谁 柳夏慧 你笑一看 哎呀 老兄你没事吧 看你样子 当然是见过我弟弟了 孔子说好险了 我这个是好好的去拔老虎的胡须 差点被老虎吃掉 你看 道指编就讲这个 讲一段 把孔子描写的实在是 相当不堪 但是我们看了 萧萧就算了 因为从庄子的文笔来看 它都是故事嘛 它自己编的 所以我们讲到 外话内部话的时候 对于道家的思想 可以说是 有进一步的了解 那接着后面要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境界达到之后 后面有什么样的效应 从技术到艺术 从真实到美感 到底在说什么 这是我们后面要谈的一些主题 我们这一节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 好 谢谢